原标题刘嘉玲李若彤周海妹晒合照周海妹最美李若彤 被催换造型是1月7日 刘嘉玲在自己的微博中晒出与李若彤周海妹两人的合照 并配文称 昨天同事见到了两个20年没见的朋友感觉 像昨天一样太神奇了 照片中刘嘉玲身着黑色礼服妆容精致气场全开 周海妹身穿深蓝色刺绣长裙长发垂肩十分优雅动人 而李一同鞋奔刘海俏皮减零 一袭白色蓬蓬裙显得相当清新走的 是与旁边两人不太相同的少女住血 在刘嘉玲发出微博后 李若彤也紧接着晒出同一张和照称呼刘嘉玲为女皇 还为她精心辟伤一顶小皇冠 这个举动也是十分可爱的 虽然三位女神风采一旧主演有数 但不少网友在感慨女神美貌的同时 也在呼唤李若彤快点换一个造型师 三位童年女神在童矿 自然会勾起许多网友的童年 回忆当年李若彤饰演的小龙女 至今都是许多人心中的白月光 她与古天乐搭当初演的《神雕侠侣》 也是无法超越了迎评经典 而在九四版《倚天屠龙地》中 扮演周芷若的周海妹 也是许多人的心头好 当年更是被金庸评价为最美的周芷若 2018年她还出演了《大火聚集》 《香蜜沉沉浸如霜》 让人印象深刻刘嘉玲更不用提 年轻时颜值秒杀当下一众小花 在大内密探零零发 《东邪吸毒》中的表现都十分强眼 还拿下了影迹良潮